历位纪第21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对他们说 祭司不可在自己的族人中因死人玷污自己 除非骨肉至亲 例如父母、儿女、兄弟 或是仍是处女、未曾出嫁的姐妹等至亲 祭司才可以玷污自己 祭司不可为了殷亲而玷污 亵渎自己的圣职 祭司不可剃光头发 胡须的周围不可剃掉 也不可纹身 他们要成为圣 归向他们的神 不可亵渎他们神的名 因为他们奉献耶和华的伙计 他们神的食物 所以他们要成为圣 祭司不可取被垫入了的妓女为妻 也不可取被丈夫离弃的女人为妻 因为祭司是归他的神为圣的 所以你要使他分别为圣 因为他把食物献给你的神 你要以他为圣 因为我耶和华使你们分别为圣的 是圣洁的 如果祭司的女儿羞辱自己去做妓女 就是羞辱了自己的父亲 他必须用火烧死 在兄弟中做大祭司的 头上倒了膏油 又受了圣职 得以穿着圣衣 就不可披头散发 也不可撕裂衣服 不可走进死尸 也不可为了父母玷污自己 他不可走出圣所 也不可亵渎他神的圣所 因为他神高丽了他 使他分别为圣 我是耶和华 他要娶处女为妻 寡妇 被修的妇人 受殿入的妓女 他都不可以娶 他只可以娶自己族人中的处女为妻 不可在自己的族人中 修入他的后裔 因为我是使他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亚伦 你世世代代的后裔中 有残疾的就不可走进来献他神的食物 因为有残疾的 无论是瞎眼、瘸腿、五官不正、畸形、断脚断手的、駝背、矮小、眼睛有毛病、长险、生疹或是甚至损坏的都不可走进来 亚伦祭司的后裔中 有残疾的都不可上前来献耶和华的伙计 他既有残疾 就不可上前来献他的神的食物 他神的食物 无论是至圣的或是圣的 他都可以吃 只因他有残疾 他就不可进到曼子前 也不可上前到我的祭坛那里 免得亵渎我的圣所 我是使他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于是摩西告诉亚伦和亚伦的儿子 以及所有以色列人